晚上在骑楼竟然看到了一只鳄鱼 新竹竹北今年8月发生一起鳄鱼出逃的案件 有一只鳄鱼在晚间自己从四主家里爬出来 还趴在民宅骑楼下纳梁 吓坏了目击的民众赶快报警处理 由于这名四主没有将危险的动物严加看管 警方事后也依违反社委法送办 新竹地院则裁定罚还3000元 夜晚的骑楼竟悄悄的 A 手电筒一照竟然有一只鳄鱼 它不用眨眼睛 它是活的吗 它是活的 光束直照鳄鱼的眼睛 那对瑞丽的双眼反射出刺眼的白光 它等一下会被一个疯狂的就跑过来 鳄鱼就近在眼前 大家都小心翼翼 不过这只鳄鱼一动也不动 看起来比人还要害怕 可怕 这个最好是 它主人要自己注意一下 饲养重骨当然是个人的自由 你观养的那个范围里面 尽量不要让它可以跑到外面来 这起鳄鱼出逃案就发生在新竹 光明11路的一处骑楼住宅 鳄鱼是由附近的一名女子所饲养 而且三年前就曾经发生过陶家事件 当时还惊动了里长消防人员帮忙寻找 两天后才在某个水溝内找到 这回鳄鱼二次出逃 被歧视在骑楼目击 警方获报后赶往现场处理 这名四主在警方询问时 公称鳄鱼跑到户外的原因 是因为家里的门锁坏掉 但危险动物为严加看管 还放任它出来公共场所 不仅对公众的安全带来不可控的风险 也不负责任 已经违反了社会秩序维护法 遭到警方送办 新竹地方法院审理后 裁定罚还新台币3000元 记得徐志倩新竹参谋报道